1997年上映的电影《铁达尼号轰动全球》 其中有个片段小提琴家在沉船之际 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安抚人心 而当年乐团团长的小提琴 在1985年从海里打捞出来以后 受到许多爱好者的关注 前阵子在英国的拍卖会上 这把小提琴以90万英镑卖出 创下《铁达尼号遗物》拍卖的最高纪录 从《铁达尼号船难》中打捞出的小提琴 19号在英国威尔特郡的拍卖会上 以90万英镑售出近4300万台币 创下《铁达尼号遗物》最高纪录 铁达尼号沉默之前 发挥了安抚人心效果的小提琴 最后的演奏者就是铁达尼号上的乐师 瓦勒斯·哈莱 这把小提琴可以说是铁达尼号遗物当中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 琴背上还镶着一面银牌 刻有纪念订婚的字样 这正是船上乐师 华勒斯·哈莱的未婚妻玛利亚 送给她的礼物 1939年玛利亚去世之后 小提琴不知流落何方 直到七年前 才在英国约克郡的 一个居民家的楼阁上被发现 在美国展出时备受瞩目 超过30万人看过这把小提琴